感谢关注 自从911之后 阿富汗陷入到美军的侵略战争之中 整个阿富汗被掀了个地儿朝天 阿富汗并没有因为美军的到来 而发生社会经济的增长 更多的是新一轮的大的动荡和国内战争 各军阀之间并没有被统一 而反而只是被美军从美国造了一个阿富汗人 安置了一个总统头衔给一个在美国的阿富汗人 阿富汗今天爆发了山洪大洪水 这条新闻很难进入到世界主流媒体的关注之中 也可见若过无外交 若过没有媒体关注度 正本来说了 孙公园大洪水